师父在白话佛法中常常开始到常理法相 常理法相也就是说我们在人间的修为 不仅仅要离开自己人间的思维 还要离法的相都不能有 离人间一切相 这个离人间一切相包含了离菩萨相 也就是像师父所说的 要见相离相见法离法 心无挂碍善恶俱不思方正菩提心 善恶俱不思听得懂吧 听得懂对不起师父 讲下去啊 师父在白话佛法时中也讲到 离一切相你就自由自在了 这里的自由自在是不是不仅仅指心的自由自在 同时也包含了师父所讲的迷识人主法 勿识法由人的法的自由自在 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是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 当一个人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好事的时候 这绝对是个好人了 当一个人今天还想做好事 他只是一个人 他在想做好事 他是一个好人 听得懂吗 这个概念离法相 就是说你今天已经渡过了这个法船了 已经用这个法船渡过了 已经渡到彼岸了 你这个法船就不要再背在身上了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 就是说你该舍的就要舍掉 而且你做到一定的时候 你根本连相都不要有了 你根本连相都不要有 今天我想做菩萨 到最后想都不要想 你就是做了菩萨 你都不要说我是菩萨 你就自然了嘛 一切进入你的八世田中了 一切都是自然所向 所以为什么《金刚经》里面讲了 凡所有相 基属虚妄 就这样 所有的相全是虚妄的 今天菩萨的相 你看到了菩萨 并不是真正的菩萨 所以佛陀教我们 你们不要看到我的相 你们就觉得 菩萨的相就是佛相 对不对啊 对 你要完全要见相离相 你把相 看到相 你都要离开它 就像你要看到人的本相 人的真实所向 明白了吗 明白 你们说明你们学 还是学得很认真的 所以我跟你们说 白话佛法很深的 不是哪个人都能看得懂的 怎么回答